原来爆米花非常的简单 用一点点黄油 然后呢,搁上两小把的这个玉米粒 就能爆出一大锅 就非常健康的爆米花自己家做 非常的简单 这是一茶勺的白糖 盖上锅等到油热透了快爆的时候 再把这糖搁进去 盖上锅盖 这时候关小火 只要有第一个爆米花粒爆开 就把它关小火 这个火候是很重要的 这样呢,糖就不容易糊 给它一点热量 它就自己爆开了 看着这,看着这玉米粒一个个爆开 很解压 等到听不到爆的声音 就关火开盖子 打开盖子 一股香喷喷的 爆米花诱人的味道 扑鼻而来 放的一点点糖 口感正好 这样就是很健康 再来看看 再来看看我爆的第二锅 就是这颗巧克力味的 放一颗巧克力就足够了 出来以后就有很浓的巧克力味 这样也很健康 也是搁上两小把的玉米粒 把它和黄油翻炒均匀 然后呢,盖上锅盖 让它加热 加热到马上就要爆开的时候呢 再往里放这颗巧克力 这样呢,以防止它糊 在此时呢,叶把火调到小火 然后呢,翻炒均匀 好香 巧克力味的爆米花也出锅了 好香的巧克力味 微微的甜